这是什么你看清楚 一枚金牌令箭 挽狂拦于祭岛 八爷当机关算尽 却露算了一个身陷陵雨十年的废人 十三爷一祥 乾隆出冤 那么 想要见十三爷 拢共分几步 让四爷来告诉你 第一步 来到宗人府 第二步 跟看守的小太监打招呼 四爷一看 这小太监面生 就明白 这小子一定是个无党派人士 那我指定要把你轻松拿捏了 你幸福吗 我不幸福 我姓秦 怎么着 富黑宅男险色 你知不知道 你为啥姓秦呢 在地道的老北京 你这么嘲讽我爱亲学罗 还有法律吗 四爷一个巴掌 把宗人府的小太监 打懵逼了 也就是咱四爷血 欺负一个新任小太监 打完了人 四爷也从兜里 憋憋屈屈的 掏出一张五十两酒票 谢谢王爷 谢谢王爷 也就这小太监不激烈 近来的但凡是Bug 高低一千两安排上 端庄典雅的阿兰 隐约感觉到一阵目光 一抬头 但见一道身影 缓现了 尘寰之中 兄弟相见 无需多言 一杯酌酒 倒进多少年 心酸苦楚 来不及过多感怀 验真在自己的十三弟说 看到阿兰 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郑春华死了 好啊 十年的全景 让十三爷想了很多 也知道了郑春华的存在 始终是一颗定时炸弹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把他和四哥 炸上天 他是个有福的 啊 四爷听了 心中顿觉苦楚 压抑的情感 在胸中拥堵 只能借一杯又一杯的酒 来释放自我 这时候 恢复了些精神的十三爷 开始询问 自己亲爱的老父亲的身体状况 四爷神情一案 一瞬间 十三爷就明白了什么事 十三爷便默契地坐在炕上 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大卫传给谁 你一说这话 咱四爷多少有点害羞了 看迹象啊 这个大卫可能得传给我 我担心啊 这大卫传给我 我不一定接得住 四爷也一脸无奈啊 心说了 正史上你也没被关这么久 说着 从四次元袖口里 掏出了乌先生准备好的名单 正史乌司道记载的 十三爷旧部名单 老四一边拿出笔墨 一边告诉自己亲爱的十三弟 弟啊 我已经被老爹免职了 今天是硬闯进来的 十三爷也知道眼下形势 吉比勾勒便完成了布置 这是四爷一生中 最重要的一个夜晚 畅春园里 弥留之际的康熙老大爷 召集所有皇子 四爷很清楚 八岁即位统治大清61年的皇帝 即将抵达生命的终点 四爷却陷入了困境当中 他分不清楚 奉命保护自己的 不兵衙门的人 是不是bug来要自己命的 当下 乌司道起身 找四爷要边防打印 如果到了时候 四爷没有消息 他就把十三爷放出来 认清现实的四爷起身 披着狐皮球衣 迎着漫天的风雪 走向了一切的终点 四爷刚出门 本剧最大的哥 便前来护卫 作为康熙的贴身护卫 他的出现 无疑确立了四爷的安全 和重要性 果不其然 在张五哥带领下 四爷见到了 统治大清60余年的皇帝 他的父亲 爱心觉罗 玄夜 姗姗来迟一步的皇子天团 却被屠龙泰给拦住了门外 一众阿哥们急不可难 老师率先开跑 而此刻的 戴清入关后的第二任皇帝 八岁即位 执政61年 历经风雨的戴清化石人 康熙也已然只剩下了 最后一口气 这是康熙最后的遗言 只是他这遗言刚刚落下 一场争斗的序幕 才刚刚开始 先往老八一把推开几个弟弟 摇晃着康熙老大爷的身子 此刻他确定了一件事 这个端座在皇亲王座上 几十年的权力巨人倒下了 那么他就要开始最冒险的行动 四爷虽然刻薄寡恩 但着实是个性情中人 哄堂大笑了家人们 咱爹刚眼气 你就开始整幺蛾子 你想问啥 一向笨笨的老师 领会了bug的意思 老师那鼻涕一把泪一把 字字句句 是要把四哥往火坑里推 当下 康熙最小的儿子 年仅六岁的隐秘出生 我听清了 是专门于四阿哥 我也听清了 是传给四阿哥 老师期也不知怎么 顺移到了老爹跟家 顶了一波四哥 当下 八爷党也没想到 这几个小透明弟弟敢搭话 当下 炒作一团 好家伙 康熙老大爷 还没凉透呢 几个儿子 直接开启拳武王 那要是一口气喘上来 康熙老大爷 不得再来一局 索性看乐子的 作妄道妖人张婷玉 他出手 稳定了局面 首先 找来小多子 让他去请正大光明匾 后面的传位诏书 接着 让张五哥 扶着四爷 去偏殿休息 来到偏殿的四爷 顾不得赶怀了 他即刻掏出令牌 命张五哥 拿着去找吴贤证 告诉他 皇位已成 一计行事 张五哥 马不停蹄 一个闪现 将情况告诉了吴思道 宣急 吴思道 着张五哥 放出十三爷 前往丰台大营 接管兵群 此时此刻的丰台大营 肃木一片 大头兵们 冷嗖嗖地站了半夜 口号还没喊完 就见一道身影 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 是谁叛逆啊 接着 一道沉寂了十年之久的身影 缓现了 尘缓之中 十三爷印象 终是猛虎出关 十三爷 这次一出来 震慑全场 即便被关起了十年 可这一出手 直接控制了场面 这是什么 你看清楚 一道金牌 云淡风轻的十三爷 点起了旧部的名字 作为军中老游子 看一看站位便知道 这几个老伙计 过得不好 眼看情况 就要脱离自己的掌控 到手的丛龙之宫 要飞走了 成文韵 冷着一张脸 对十三爷宣告 自己的主权 老十三轻笑一声 听你那么说 你很有啊 成文韵此刻也在读 他在读 这十年时间 十三爷 已经没有威慑力 老十三 眼神轻轻一挑 刹那间 三四柄刀刃 贯穿了成文韵的身躯 唱春原理 八爷党还在死命抵抗 老九一个走位 想要溜出去 启动B计划 开启第二次 大清玄武门 就被四爷拦了回去 这一话 就惹到后台 自应的老十 不服气了 下一刻 十三爷清朗的声音 徐徐传入 所有兵马 将这里团塌围住 不许外走一人 听到十三弟的声音传来 四爷 好玄一个没站稳 摔在地上 十三爷进入房内 却只看到了康熙 还留有体温的身子 不管眼下是何情况 吃过晚饭 泡了澡 顺便还一见三连的小多子 才慢条思理的 端着遗嘱 走了进来 随着遗嘱的送读 四爷想起了前世的记忆 当即触发DNA 哭得 纳搅一个凄惨 这一场危机四伏的 畅春原杀鸡 已然落下了帷幕 张廷玉 一个眼疾手快 配合着小多子 扶着四爷做好 大魏以帝 朝拜新军 皇子中最先行动 给予四爷支持的 是刚才就已经积攒功德的老三 陈印旨 参见皇上 大事已定 只有八个一挡 昂首挺胸 像是决斗失败了的大功 八个起身 在四哥面前 低下了他高昂的头 至于他是向老四低头 还是向着小多子 和印象的几万兵马低头 咱就不知道了 在剧情里 当天夜里 就赶回了雍王府 继位后的第二天 如何用顶级的政治手腕 稳住了军事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长安大拇指三秒 为剧眼充能 我们下期再见